兩人狀的時間點其實輸出都還是不太足夠的 所以變成是你需要拉高的是你持續輸出的能力 把時間給拖得久一點 尤其是這一把在對方有兩個前排 欸 三個前排啦 有兩個鬥士在加一個坦克的情況下 你其實是需要把團戰的時間拉得久一些的 沒錯 而且以這把陣容來說 鱷魚 蝎子 賽勒斯 還有雷歐娜 這艾西是不怕沒有人點的 他絕對點得到東西啊 他的問題就是 不要被貼到 不要倒 其實蠻難的 理論上有在保護 他其實是比較難直接被衝掉的 是 這把還多了一個九桶 可以把對方的陣型給拆散 有 換線的準備 T1 五個人往上走 而且是用了骨馬的W去check的草叢裡面有沒有人 所以Cannon被擠出了自己的上半野區之後 他想要去對方的下半區 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刷野是健康的 是順利的 沒錯 但通常這種比較晚時間入侵的話 你會先吃一攤自己的三郎再去進對方的野區 等了 Hence甚至進了對方的下半區看了一眼 因為他知道他的上半區絕對被對方給吃掉了 對 這邊另外一點就是你下路是要存線的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需要先等一下鱷魚有沒有辦法接到這個小兵的經驗值 也是這個版本九桶選出來之後 他一方面也是一個好扛幻線弱邊的角色 因為我們最常看到的一定都是卡桑蒂啊 賈克斯啊還是比較多一點 那納爾的話利用控怒的方式也是能夠去起到一樣的效果 也算是漸漸SOB化了 大家都開始知道要怎麼做或者說即時做止損 對 所以會發現其實在一開始可能會談到 就是你這個換線的過程中你是一定要去做月塔的準備 但現在其實更多都是欸 我就直接做交換 只要確保我經驗值能夠拿下來就可以了 KING已經算好了他準備來到兩整個時間點 所以直接TP到上路去守這波線 畢竟換線其實另外一個看點也是在於 誰的上路能夠更優先吃到經驗跟CS 沒錯 其實就是看你哪邊會虧的比較少啦 是 因為換線的角度一定都是有一邊賺有一邊虧的 不過這邊看起來選舉是有做準備喔 宙斯離三等還有一段時間 這裡還差兩隻兵的樣子喔 這邊選擇往回頂 點燃掛掉的宙斯現在傷害不算足夠 回頭雷開始扛了兩下塔 差了一點點傷害宙斯幫自己補了一口酒活了下來 而且KING又扛了一下塔快要被擊殺掉了 只能夠交產離開 這邊扛塔分配沒有處理到最好喔 我再加上我卡下 我再加上我卡下 傷害面上是不太夠啦 不過我覺得肯定壞點就是The Hands的技能空掉 因為如果多重技能的話觸發被動 那傷害的話可能會再更接近一些 也是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角色就是很好扛月塔的一個範例啊 沒錯 但是不過根據一被咒斯操作到之後 對他們來說沒有處罰到這個弱邊 而且其實以這樣的路線來說 我覺得KING是稍微虧了一點啦 因為雖然他還是做了一個最快速三灘能夠三等 並且就月塔位置的路線 但通常在這種換句過程中 你一定會想要去吃一個BUFF 因為如果你太早先把小野怪吃掉的話 在第二輪野區回法的時候 你給對方會是二級的野怪 上半步二打二打起來 King滑上去之後 被Carol的霸道手腕給直接拉走 握完手之後還被Guma一起點爆 強攻都被打得出來之後 鱷魚沒狀態 而且這波King沒有TP 那這波線鱷魚也吃不了了 雷歐娜如果要吃 所以這裡要換成Chovy交TP過來囉 要幫自己的另外一個secret吃了 Chovy交了TP Chovy這把賽斯的符文也是選擇帶 在不死之窩 所以是他最近RANK 試了蠻多的符文選項 那在裝備上其實也有一點變化 就是我們其實在前面的比賽 看到賽斯都是會選擇 以火箭奧帶再加上星鵝馳 去打比較多的拉扯 然後多次的觸發技能的方式 但很明顯在八強賽的比賽看起來 賽斯會出現的問題是 他的輸出是不太足夠 所以就變成是你有機會繳進去 但是你不太好能夠擊殺對方 所以我有稍微看一下Chovy他的RANK紀錄 他的出裝方向是有改變的 就是他現在裝備其實是會去選峽谷製造者 去稍微迷古一點輸出上面的問題 那算是從一個法師刺客變成法師坦克的感覺了 但其實理論上火箭奧帶跟星鵝馳的這個玩法 他還是偏向法坦 因為那兩件裝備都是有非常不錯的血量 而不是像我們可能在首Q我們看到的賽斯會是 火箭要代加無妖這種方式 我們拉回來 QB這波還有閃現 最後是菲克的滅魂斬 但QB一招都沒按 但這波散熱師畢竟剛剛前面已經交過TP了 這波菲克的Q3又再次擊飛到QB 交完TP的關係 所以QB這波還是得把自己的狀態給拉回來 而且狀態也是不太好的 所以可能需要想辦法靠野輔來緩解一下 讓自己有一個回復的時間 看起來前面換線節奏都掌握在T1的身上 我覺得主要關鍵點還是在想約對方的九種 但是越失敗 一來一往浪費到的服也太多時間了 技能空掉了 而且沒有把防禦塔的仇恨給拉掉 不然其實第一時間我記得劉娜她技能空掉之後 是又馬上下一個點燈來確保第一時間扛塔 是由她在扛 是 但她也最終就扛兩下塔而已 畢竟她就只有一個兩等三等的雷歐大 她是不能扛太久的 第一輪是虛空幼蟲 T1 準時來吃 然後另外一邊 選舉也帶中他們的D條小龍了 上下無限做置換 選舉決定交換的時間點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在中路的狀態不好的情況下 這個蟲理論上是爭不了的 所以也馬上選擇直接去做了小龍交換 這把也是出水滴 依舊是要出法坦的酒桶 第一條小龍 這把也是出水滴 依舊是要出法坦的酒桶 第一條小龍 這把也是出水滴 依舊是要出法坦的酒桶 散熱石地劍回補 有了一個發電機 有還不錯的閃劍 T1 雙人組一直把這個上路邊線給送進去 幾乎都是不囤的 有就送進去 主要是也沒有 也不需要囤的必要了啦 主要上這個時間點來說 你就是去把線路給處理乾淨 然後想辦法去找到能夠碰撞的機會 因為其實在前面因為 第一輪座換線 選舉選擇月塔 但失敗的情況下 其實鏡像的ONERZ的發育是非常好的 他從一開始就是走一個 交換野區全刷的路線 所以他上六時間點是來得非常早的 就算GENG在前面第一波下路3月1 失敗之後 他們還是做到了很迅速的調整 因為本來以為第一波越失敗 通常對換線方來說 其實就有點炸開了 但他們現在其實還是把 經濟差距給維持住喔 甚至也拿到他們要的第一條小龍 也因為這個版本有虛空右蟲跟小龍做交換的關係 往往遊戲時間會拖得比較久一點 因為又是打大傳的版本 但理論上蟲的優先級還是會比較高啊 因為他畢竟還是在中期讓你在這種 邊線拉扯的過程中 你是比較容易去磨到防衛塔的血量 那只要出現一波可能對方人員 或者配欠上面的失誤 你就有機會直接把一個防衛塔給拿下來 那這點其實對於你中期在 給到地圖上面的壓力上面 其實是非常 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沒錯 我覺得Owner在OCK季後賽採訪的時候 也有講到 他說先拿到第一組三重的隊伍 後面太好做營運了 優勢是很大的 因為他第二組的幼蟲是不需要全吃的 只要先吃一隻 確保拿到虛空之助的效果 那甚至是他選擇直接做交換 往另外一個半區做進攻 確保守塔到手 或者是連帶空下第二條或第三條的小人 也是一個方式 也基本上你算是掌握了對方 下一輪可能13分鐘的時候 他們一定只能夠去拿第二輪的虛空右手 沒錯 我球比一回到線上 剛剛就被Carrier拉拉到 被打到半血左右了 你先拿到這點優勢 會逼迫對方在後續的物件團上面 必須要主動去做到抉擇 那你的應對就會比較衝容 那這也比較符合就是T1 可能在八強面的TOP的時候 展現出來的風格 沒錯 就是他會逼迫對方去做抉擇完之後 他再去做一些鏡像的交換 來藉此換取到更多的東西 比如說可能我放一座中路的防禦塔給你 但是我桶間拿掉的可能是兩座邊線的防禦塔 一來一往他還是能夠取得連結 我覺得這也跟前面奧特再提到一個點 就是你前面一直提到T1他們想要的是線權 因為線權的關係能夠讓他們決定 他們可以看著對方做事情 而不是他們主動要來逼對方來打突然 對就拿到線權完之後他可以先提早做好 那一輪的準備 比如說把視野布進來一個半區 那接著逼迫對方在這個半區 可能視野列色的情況下來抉擇 要不要跟你做交戰或是要不要來接這個五箭 那他就可以很快的做一波掉線轉到另外一半區 因為也知道你另外一半區是沒有視野的 所以這一來一往你就能夠賺到非常多的東西 就是大家的焦點現在都在於 怎麼湊一個最好的團戰陣容的時候 T1的想法是他們想要永遠搶到多些權 對就是避開對方可能團戰強勢的地方 藉此在其他地方去做到交換 就是一個比較有趣的數據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以目前來說就是從瑞士智到目前八強四強的話 就是場軍的人頭是28顆 那T1他們在瑞士智的人頭場軍是30顆 就是T1的比賽更多 但問題是來到八強他們做的轉變是 面對到濤伯希的他們場軍 三場的場軍人頭其實只有來到18顆 是所有的八強對戰組裡面最低的 代表他們是會妥善的去選擇 這個團究竟要不要接 而不是盲目的選擇接團 但這波團圈具是想接的 不過T1很聰明拿到五重之後 剩下一隻放給你他不要了 側邊者有飛殼在做限制 如果圈具要來接T1也可以來打 他們想拿最後這一組虛攻右重 TP藍的就是宗室的TP 全部人都在5比5的局 最後一隻右重被Kenny給拿到手 但這時候衝進去的Faiye 馬上用手的被蒸發 雖然被熱拿打了要 而且九總把陣型給炸開 但是手殺已經落散了秋皮身上 King這麼教的軍靈天下之後 讓T1的人打不動這個時間巨二 這邊Faiye的進場好像跟隊伍 是比較脫節的情況 雖然Kera的大決算是 起到一個滿好戰場分割的效果 但是Faiye進場第一拍 就直接被TheHands交閃線給暈住 一套直接擊殺掉了 甚至當作Owner閃跟大都沒按出來 提款其實剛剛也稍微猶豫了一下 他們是可以帶著五重優勢 就走掉了 本來的角度可能是想說 Faiye的位置來配合Faiye進場 可以直接做到夾擊 但問題是 你不會想把技能O1在鱷魚跟輔助上面 所以就變成是 只有Kera能夠利用大決 起到一個掩護的效果 側邊的GumaYuti 反而也不能往前做輸出 看起來是OwnerQ過去那一瞬間 被龍坑袋 浴室者坑袋 沒有視野的鱷魚直接閃咬 配上LeonaQ 甚至Kennyan也直接大決抓下去了 而且側邊 剛剛球比Lian 甚至逼出了GumaYuti的閃線 所以A7下一波沒有閃了 就 在 團戰的選位上面 可能是有一點問題吧 就Faiye進去 沒有能夠配合 那就變成 他們必須要繞到一個更外面的位置 這一波輸了是 沒皮外套的鍋 蛤 你說難得進場 對啊 那個海軍上將怎麼不見了 你知道那個味道就不太對 對啊 不是聽說有魔鬼沾疊在身上的 GENG很聰明 這個版本當然的 版本答案 我不是做防守 我去跟你做換塔的動作 沒錯 GENG他們是打得比較快的 GENG的速度更快 但這裡Guma 沒閃 連進化都被打掉了 首塔最後落在了GENG身上 不過兩邊的塔前 都是三個人分的 所以 並不會在 單人上面 拉出非常大的 GENG領先 我覺得前面13分鐘 就是LCK的前兩隻隊伍 在給大家示範 什麼叫做 交換 有發現很像嗎 昨天 19分鐘 這把已經很快了 昨天 微波打BLGD把比賽 已經破了這次世界大賽 最久才產生手殺 最久手殺的紀錄 甚至如果 那一波不是中路 LCK抓了一波機會 可能還會再更久一點 可能會再更久一點 可能會到20分鐘以後 確實啊 就不太知道為什麼 GENG會站在那裡 會綁得到 通常來說你是會跟 克里斯塔給綁在一起的 那把比賽是19分鐘 我記得47還是49 才產生的手殺 這把比賽已經算很快了 不過這段時間 還有可能會打起來嗎 你說真的 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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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師者團肯定是會想來碰的 但問題是在於說 哪一邊做的準備是比較好的 因為目前看起來其實先踩住河道的是T1的一方 他們的上路線一直有線權 畢竟剛剛那一波是回推過去的 可是現在他們想靠著武松的優勢 看能不能把上路外塔給點掉 還帶了一個爆破 單說真的不太敢壓塔喔 你如果在塔前你被鱷魚或劉娜給留住 你可能是走不掉的情況 再加上鞋子是能夠穿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T1的視野 雖然做盡了對方野區 但其實是沒有做到這種 算是進攻的 算是防對方落後的這種事 有些人是有機會從上路的牆外面鑽過來的 誰不拉掉也是因為FakerTP回去 他要補低劍裝備陨落王者 所以看Faker如果不TP來 那T1就是他放掉這個律師者了 是直接走出來的 但T1在等 律師者半血左右 其實是有一個繞後的TP眼位 可以讓Faker去做TP的 但T1看了蠻久的時間 頂著Gengi再吃這個律師者 Keria最後人被指到 還有一個律師帽直接暈到 被鞋子大絕給直接拉走 Keria看了很久 最後閃都沒按出來 捐去帶著律師者 還有一個輔助的人 球比這波再練 練到對方的酒桶了 這波做事是沒有大絕的 但Kenny還想再追一個石頭 砸在了酒桶身上 甚至Kenny直接把律師者放出來 他們知道現在是五打四 想要直接破掉T1的中路外塔 少了Keria的大絕 少了Rida的大絕 他們是比較好做進攻的 Keria直接上車撞掉之後 再等希格斯的技術性引爆 剛剛差了一點點的樣子 剛剛W是有丟了 但沒有打進這個 能夠直接爆破掉的血量 NERV有感了 不過這個塔掉的是遲早的事情 因為這個血量 對希格斯來說 炸就完事了 最後是用大絕來清這波線 爭取恢復的時間 不過這邊進攻時間也足夠久了 就這一個律者撞車完之後 他其實下雨只要再做一波影韻 或者做一波五人的集結 其實這個中塔就能夠直接拿掉 那現在就輪到T1他們 能不能夠換他們拿點什麼東西了 上一波算是蠻白給出去的 掉了一個輔助的頭 預示者加上中塔都沒有了 那現在他們要拿上路的外塔 但秋冰偷了一個艾希的兵件 而且蝎子就在側邊 雖然有被T1的事也察覺到 但是要點這個上路的外塔 其實只有艾希可以點而已 喔TP又直接亮 配死的TP 倦俊死都不讓T1拿到上路外塔 與此同時King還拿掉了T1拿下路外塔 那這樣在交換上面 倦俊就是做得比較好一點喔 但我覺得一方面也是T1陣容上面的問題 因為你偏向衝陣 所以其實在壓塔的過程中 如果你不衝 等於是你其實是做不到太多的事情 你只能就是想要把在旁邊掩護 讓自己的射手位能夠去點這個防禦塔 但是對方陣容又是有非常好的強開能力的 所以他們也不太敢 真的就是想一波就直接把這個防禦塔就強了 他們的輸出來源其實都仰賴在 要持續打 而不是打一波爆發的 一波爆發 聽完這個陣容來說 說實在也不是很高 九董第一件裝備 星河先拿得出來 下一條小龍25秒 九董這也是先把技能加速拉到最滿喔 可能想辦法要在團戰裡面多打到一些控制 來限制對方進場的前排 那現在捐具四條路線的領先 捐具這裡其實目前為止展現來的 團戰處理也是蠻類似的 也是先針對對方的前排 利用自己足夠多的這種小控制 包括劉娜的技的 鱷魚的W 那甚至是賽斯的鏈子 來搭配蝎子的CCCOMBO 是能夠很快去處理掉對方單前排的這種問題 T1終於在十七分鐘半拿到他們 爭奪很久的上路外塔 但是捐具已經在打兩條路線的 中下都是推進的 讓蝎子CANNON很輕鬆的 空到他們的第二條小龍 那T1可能剩下的選擇就是 繼續帶上路的二塔了 沒錯 要直接逼二塔的路角 但C格斯大絕來了 炸還有一台炮車 就騎得差不多了 被丘比給處理掉 還偷了一個非愛大絕 T1的推進也就到這邊了 那CANNON一個人把小龍給空到手 而宙斯直接交了大絕 把兩個人給炸走 這波看起來是頂進去的時候 沒想到還有一個鱷魚在裡面 很慌啊 那理論上這個 KING是待在下半去待非常久的時間 是 有他看到線上沒有人露頭嗎 鱷魚現在 因為這個角色其實在八強當中 他幾乎是 大家都會認為選出來 其實就要輸了 因為楊士奇 很容易被換線的機制過渡掉 沒錯 而且另外一點 我覺得就是他的 太難地承認掉了 而球比這把一樣是出火箭腰帶的 跟你剛剛提到他在SoloQ測試的 還是不一樣 他還是會先出火箭腰帶 是在第二件裝備的選擇就是 不出新盒 會選擇出下有製造角 去增強可能在團戰裡面的一些輸出 有點算是更肉的 這波有TP 這是球比賽勒斯的 拿一個TP 然後KING則在側邊 這邊先是一個邪尾穿著 先夾對方的上路 這是FAKER被夾到 而且球比側面交了一個金錢之後 把屎金給拖住 讓宙斯這波有閃現跟大決 但是一招都沒有按 GENG這波知道 打不動這個酒桶 但已經抓到對方的中路了 但這邊T1 雖然是損失了一個人員 但他其他人員撤退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沒有讓GENG能夠擴大戰果 雖然抓掉了FAKER這一波 但GENG的經濟領先 目前也就僅僅只有 一千塊錢而已 在這個團戰版本當中 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就是一波團就可能翻過來的情況 甚至可以當沒看到 這一千塊的領先 因為這一千塊的領先 都是四個人平均分配的 所以每個路線型的東西其實很少 鬼魔遊戲這把 出完狂熱雙刀之後 他先補了一個致死宣告 因為畢竟鱷魚跟賽斯的回復效果都是非常不錯 這種局面就怕T1的人 點不動 就只有艾希的持續輸出能力 確實可以A的很久 但不一定A的動 右邊這三隻 就是鱷魚蝎子賽斯 都是艾希看到會尖叫的角色 不過說你的T1這個陣容 完全是可以選擇把時間往後拖的 相反我覺得GENG的陣容 反而比較有一些時間上面的壓力 而且他們這個陣容其實不太好去T8龍頭 都是近戰的吃的比較慢 加上AD又是希格斯 而且目前要真的代掉對方的二塔 可能需要打贏一波團戰才有機會 而且可能還要贏的夠大波 因為他們沒有去攻右手 所以推進的速度是比T1來的慢的 但他們現在是由本錢逼迫T1來打團 因為他們現在有小龍的優勢 這支點GENG中路線他是不太敢走出去推線的 對 可能對於GENG這裡來說 目標應該會是想辦法用龍魂來逼團 所以等一下第三條小龍要想辦法能夠拿下來 好 飛哥上半步爆打球比一套狀態 球比這波是沒有TP的 隕落出來之後在邊線壓力 是真的不太怕賽勒斯的喔 也是這個版本他為什麼是大哥級人物的關係 就是他對線可能不是到這麼厲害 但是一進入到邊線期間 沒有人單挑打得過他了 兩件裝了 隕落跟步履都拿出來了 相反 球比這裡因為前面有先墊一個護腕的關係 他現在裝備是有點卡住的喔 至少是有錢回去補了一個小的幽魂面具 但是像你講的他是會卡裝卡一陣子的 加上球比在邊線是沒有主動權的 所以他只能夠被動的去接線 或者是其他地方抓機會喔 兩邊同時掃眼 但是先被飛哥打的真摯之花看到了 中路線兩邊互推 30秒後才有第三條蜂龍 所以就是要看T1的抉擇了 因為T1領域上也是有可能選擇 放掉這個小龍再往邊線做施壓 或者給到巴龍區的壓力喔 這邊紅顏是已經放在巴龍坑了 已經定上去了 那現在 持完這個虛空和解之後 捲據上半步其實已經完全沒有視野了 我們在前面八強賽看到很多隊伍在 有點一籌莫展的時候 他們的唯一出路就是 直接吃這個巴龍比你來大團 沒錯 尤其是如果選到這種偏向陣地戰體系的組合的時候 都會特別去利用到這一點 我真的要說應該是 微博在這一點是做得非常好 是 他們昨天其實也有做類似的事情 但最後是被BLG給守住了 T1這波也要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組裝來殺了巴龍 他們知道間局是沒有視野的 球比這波也有意識到 開了掃眼一度走過來 發現自己被視野察覺到了 但T1這裡吃到一半 還有西格斯大絕座支援 Kennia小龍吃到一半之後 準備要來TP做防守了 這是King的TP 而且他們是要讓鞋子吃完的 巴龍拿到手了 球比這邊想來偷偷看 但是被人給直接打到 多往雅林大絕之後 動都動不了 球比這波要被擊殺掉 被艾希給直接點死 Owner這波身上打要想復活 但是時間來不及了 這波讓King也拿到了一個擊殺局 Kennia這波是油膽 霸動什麼 先把鱷魚給直接拉走 但側邊重視限制到對方的輔助了 雷漢這波可能要被擊殺掉 切子大絕要拉到對方兩個人 不過側邊軍的輔助已經先停倒地了 艾希瘋狂奈出出 GOMASHI根本沒有怕過 艾希點死對方 再點了一個 只要把位置給踩好 T1這個陣容太好去保自己的後排輸出 即便蝎子跟鱷魚還是有繳進去 嘗試去干擾GOMASHI 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把它給處理掉 而且真的像你講的 他是有得點的 而且確實也點得動的 但你需要讓GOMASHI有足夠輸出的時間 但球比這波也是為了看這波龍哥那個視野 他幾乎是直接被蒸發的 他完全就是用自己的肉身去賣的 因為他們要爭取到KENNYAR能夠來到正面的時間 但等他來的時候 兩派都進去了 KENNYAR魔鍋解完之後 KENNYAR閃現拉 但是沒有人跟得到這個傷害了 就變成是第一波你為了掩護球比 或者說你為了防對方 壓你這個大絕 配合飛愛鎖頭進場 你第一時間的技能其實已經交得差不多 就變成是後續 即便你等到KENNYAR到了 你其實也是沒有後續的技能 或是傷害 能夠去跟到後續的團戰 這就是T1他們要的東西 他們有線權上的優勢 才能夠讓宙斯的九筒 能夠從右邊繞過來 等他繞過來之後 PACE發現他沒辦法走到正面 他被這個九筒給限制住了 如果多這個希格斯的傷害 其實古馬可能是活不了的 我覺得也是因為第一時間 我覺得FAKER開得非常的果斷 他的E加R配合飛愛鎖頭 其實第一時間就直接把PACE的閃現給B掉了 所以其實讓他後面是找不到一個太好的位置 再加上你剛剛提到就是九筒側面的進場 也限制到他的屬屬空間 現在T1拿完八龍 雖然GENGÜ有三龍的優勢 但現在的遊戲時間是屬於T1 FAKER追著球迷在打 一模一樣的畫面 但這波兵已經是扛著防禦塔的傷害 下路的二塔前 GENGÜ交了七個色大絕來做防守 但兵線其實沒有炸光 而且上半部 二塔被FAKER一個帶掉了七百塊錢 給到了牙寧身上 現在連中路二塔T1都想要 硬是把這個爆破給點了出來 但這裡最主要是要逼迫對方的人員露頭 然後馬上快速的做轉線 下路推完上路推 上路推完之後中路再給壓力 GENGÜ只能夠守一路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剛剛T1 是同時做了三線的推進 就是抓準的你其實這邊的陣容 其實要開團必須要你的 這裡兵線直接揍 兵線在揍 九樓大絕還有揚大絕 KENGÜ這波拉倒對方 但是沒有人跟到這個傷害 還有惡意手狗 五個大絕全部四樓在這個鞋子身上 但這波環繞圈具 知道對方沒有大絕想來做反打 但冷漢子根本留不住對方愛惜瘋狂 帶十二 GWH已經大殺特殺了 而且看到這個要打在愛惜身上 GENGÜ這裡是真的都不敢進場了 現在輪到邊線要來抓FAKER 但是又被T1的視野察覺到了 而且留不住人啊 FAKER甚至這波回頭Q3 把這個炮車給吃掉 球比處罰不了他 這就是牙寧在邊線的優勢了 他一技能讓他能夠在非常遠的距離去做到清線 這裡 冰劍 待遇這麼好喔 我阿格斯的大絕做到一個完美的combo 把他給抓了回來 然後GENGÜ看到這波對方五個沒大了 應該可以打吧 答案是不可以啊 對但發現只要這個Renada站在正面 而且保護好自己的愛惜 這個鱷魚是進不去的 他第一時間如果進場 可能會直接被九頭肚子給頂下 是 看到畫面的Leonard也知道 這把很難打了 畢竟他是一個Leona 他只能夠指進去 但問題就是 他現在能指誰 他現在問題是 他不管指到誰 可能GENGÜ的陣容是 不敢去做到後續的更進 因為如果選擇第一時間 就全部往前all in 那二一收購 就能夠起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是 就我上半部上中野 三個進戰衝進去 就是全部人二一收購 吃好吃好 就全部被買走 我T1還是有下一條蜂龍 需要去爭奪 GENGÜ如何利用他們三龍的優勢來 把這個時間再次延緩 就變得相當重要 但是你前面有提到 GENGÜ這個陣容拖到後期 這算不高 Faker來到正面 這是TP來的 邊線清完馬上直接交TP過來正面 就有個時間差 KERRY這波治癒加速要來追人 導彈有緩速到 不過GENGÜ這波拉鎖得很及時 沒有被T1給留住 政治咒詞 一加球果 讓GENGÜ更難踩進來了 一瞬間 河道視野變成T1了 而且T1這時候正在動龍 8千多左右 球比這時候正在側邊繞 他通了一個九桶大絕 想來限制一下對方 3000多左右 KENNYAS有點進不太來的 充電來同時 龍已經沒有了 而且ONEN這時候又錘了出去 這波兵劍打在對方的輔助身上 球種再把兩個人給直接炸走 這波還有一收夠 龍翁這波盯到對方的輔助了 還有一個希克社大絕 炸在著正面當中 但FAKER的大絕又再是Q3擊飛到 還有Q3擊飛之後 KENNE直接被點到死 沒有人管牢到這個矮心 KUBAYOSHI一直在射 他從牢到尾沒有停過 閃心的完全起發 這裡不是召喚小谷 這裡是虎狼關 KUBAYOSHI贏個大三個 雖然在第一時間GENGÜ的進場 你就先把他們覺得比較棘手 瑞阿達給除掉 而且甚至讓瑞阿達要 是打在自己的身上 但問題是 全部的技能all in完了 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能夠 威脅到這個艾希 就當真的要比雙C的 持續輸出能力的時候 還是雅寧跟艾希 略勝一籌 這把比賽最後 然後開始最快復活 7秒鐘 但是有人守得住主堡的雙塔嗎 這裡有爆破 正在爆破均律的主堡雙塔 指一還有指二 都要沒有了 這裡重視原地放了這個滾動酒桶之後 讓GENGÜ根本守不住他們的主堡 30分鐘的時間 PY先拿到第一場比賽 而且問題來了喔 FAKER的雅寧 不能開